茶花修剪后只长出一条新芽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再给它剪一次 因为这个时候是茶花的营养生长期 给它剪掉的话 它这些地方会长更多的侧芽出来 如果说大家不舍得修剪的话 那么它只单纯的长一条花芽出来 到后期肯定是影响到它的开花数量 大家看一下我 像我这一棵的话 是给它修剪过第二次的 现在已经长了很多的侧芽出来 一条枝条上来长了三四条侧芽 那么像这种状态到后期 它开花肯定会更加多 现在我这一棵茶花 每一条枝条都长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话 后期开花数量肯定会翻倍 当然由于这段时间长新芽多 属于营养生长的阶段 所以肥一定要跟得上 这个时候给它施肥 除了给它使用有机肥 还可以适合给它使用一些化肥 有机肥的话 我就用这种干洋分 因为这种洋分它肥效比较温和 而且比较持久不烧根 又可以让这个杂花涂养输送透气 我们只要坚持薄肥浸湿就可以了 一个月给它追尸一次 有复合肥的话 适当的给它补充一点复合肥 一起混合 这样的话效果更好 当然了 有水肥的话也可以被点水肥给它浇灌 同时结合 因为杂花它比较洗肥 如果肥跟不上 这些芽长出来不够强壮 株穿的营养不够多 后期开花的品质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如果大家的杂花还没有修剪的话 赶紧给它做修剪 不要等到花期到了 再做修剪那就完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